那这个动机有错 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要 念一下 看到佛陀 每一样东西 所谓空性 所谓菩提心 你看到一个大变都变佛陀 你要把每一件事情 山河大地 花枣树木 都看到佛陀 你会不会发喜充满 发喜充满 记住这句话 不是看到一个悲剧 而是看到一个痛苦 看到一个不顺的眼睛 所以当然那天有人要出家问我 师父 我要出家 我的先生不让我出家 我就很羡慕他 他说 为什么 你先生这么爱你 很好 回去吧 所以你好好爱他 等他爱到顶点 他就把你踢出去出家 因为你还没有把他爱完 所以我是真的 我出家以前 把我过去的太太 强迫我去爱他 因为我的太太是我 女儿 我怎么会跟女儿谈恋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既然我要出家了 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让他留一个圆满的月亮 在他心里面 因为我可能是他将来 想要学佛的一个点吧 在未来是 希望他看到我 变成一个出家人 这样而已 所以我不能破坏 对他的心这样而已 所以我想对我爸爸妈妈 对我的同事 对我的朋友 我为了要出家 我就尽力了 对他们好到极点 那两年 所以用尽一切方法 因为我那个时候想法 我师父说 你受菩萨戒了 你受到菩萨戒来 你才发愿出家 然后你这两年 要去实践菩萨道 如果你实践道 可以了 你自然来出家 我是先受菩萨戒了 然后我师父说 那你就受完菩萨戒 发愿出家 那出家干嘛 爱众生 所以而不是说 你去公司讨厌赚钱 你要喜欢他们赚钱 爱他们 关心他们 他贪污 你也说没关系 只要你不要离开我公司就好 给一个机会 你只要留在公司 你多吃一顿素 多听一点佛法 钱小事 你贪吧 你拿去吧 所以我想各位 以后你在家里 摆个念佛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桌上 摆个几千块 小偷 来哦 那摸薄薄的 你千多 那哪一堆 干嘛 来偷我的钱 你就可以听到佛号 这个小偷 一坐在那边 没人 休息一下 听听佛号 再走 你要这么爱小偷 因为我要给他佛法 用钱可以买到人学佛 好不好 好耶 用钱可以买到人学佛 所以我希望各位回去以后 特别各位是女众 就好好的回去跟你老公谈恋爱 好不好 让他觉得你是初恋的少女 然后爱到 你把爱都圆满了 然后呢 你自然就会想要出家 你知道出家是什么 你千万不要说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很恨我老公 我碰过一个男生 我说你们要出家 他带我去看他太太 那小偷坐在那里 那我说 你那么恨他 我那个脸就变了 这样 后来我说你不适合出家 你不出家 那我找你师父出家 我不跟你出家 后来他还称出家了 出家以后 他连我都把我干掉 都把我干掉 他现在有福报 他寺庙蛮大 那就他一个人 后来跑来找我 海涛老师 你旁边那几个小的 送两三个来 送 我儿子的送 送给你去虐待 你自己想办法 你自己生 因为跟你在一起 又没有温暖 如果你比我还爱他们 我就送给你 我很高兴 他听不懂我这个意思 因为他从出家 就是一种恨 一种对立 一种排斥 他觉得佛法很好 但是他要讨厌人家不好 有没有这种人 多的是 喜欢吃素 却讨厌人家吃肉 所以我想 我只有这句话 你吃素 他吃肉 所以我喂你多吃一点 我还负责超度你 所吃掉的一切 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人吃肉 而恨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也是你爱的对象 你爱那个动物 更要爱吃肉的人 更要爱杀牛的人 菩萨界的规定 有人杀掉你的儿子 有人杀掉你的爸爸 要不要爱他 如果你不爱他 犯菩萨界 不供戴天 杀父敌人 你都要爱他 如果你舍弃他 你也知道 破菩萨界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没有 等一下打电话给你老公的小三 哈喽 你是谁啊 我关心你 讲一些好听的给他听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你的 你的小王的太太 我要谢谢你 照顾我们两个同爱一个男人 我们两个一定是姐妹母女 你要真的跟他说啊 为什么 因为你心放下了 不然你 如果你不放下 可不可以得到戒体 对不对 因为你心中保留一个空间 你心中还有一支毒箭 准备用的 那你就得不到 菩萨坐不了在里面 所谓戒体 你要打开你的心 像莲花一样的清净 他会坐在这里 各位要给自己做决定 因为要受菩萨戒 一个没有悲心 没有爱心 去看佛经 对他是伤害 他会用佛经来批判别人 对对错错 了解吗 所以我师父还是讲那句话 念一次 来 蛇喝水 变毒 如果你内心还有排斥 还有承认心 你就去看佛经 你会伤害别人 那个是变成贱 不是文书贱 是砍人的贱 因为我们在佛学院 砍最多就是这样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很怕了 百分之九十都贱 原来深入经账 是在你心里面 智慧如海 用经典 用佛的心来改变你 而不是用文字来讲别人 所以我只能说回向吧 当别人对你没信心 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只能回向给他 但是各位 好不好 好啊 干嘛说他是密宗 对不对 他是佛说 他跟密宗没关系 这个贴标签的 贴标签的 这个大白散盖 不是佛说 大威德不是佛说 我说那个是佛经都有 那是密宗 密宗也是佛说 那不管你这一套 那这一点就是叫法治 就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讲这些是希望 当然我要教各位读这些 实在太容易了 凭各位的程度 没问题 对不对 其实问题很多 看不懂 看得懂文字 看不懂心 佛陀的每一个经典的字 都是百千万钱 用血肉换来的一个字 三大阿僧奇节的 这种奉献 和体悟到的真理 告诉我们 因为如果你这么慎重 去看 因为佛陀用他的血 在告诉你真理 用他的命 在告诉你真理 你会没办法 你会依教奉行的 因为佛陀这么痛苦 佛陀用他的骨头拔出来 用他的血浆 血磕在树上 然后跳下去死 他要把这一句话 留给后面的人 哪句话 来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 极灭为乐 佛陀为什么要这样留下来 他怕我们受苦 怕你又在这个生灭的世界 去爱上一个 本来就会生灭的东西 他怕你的生命 都一直在心里 在生灭轮回痛苦的状态 佛陀要告诉你 真正的快乐 涅槃为乐 是你的内心里面 不会在谁的世间的 生生灭灭 而在那边受苦 所以他必须用这样留下来 所以多苦啊 就像一个地震 埋下去的妈妈 她还要用身体保护的小孩子 然后最后手机告诉我孩子 妈妈爱你 然后就慢慢死 等我们把它翻开的时候 大家就会赞叹这个妈妈 佛陀是如此 所以各位 要一直去意念佛陀 意念佛陀的伟大 每一个佛的伟大 和意念到 感动到你内心里面 但是佛陀教我们干什么 当你爱我的方法的时候 以这样的方法去爱众生 爱他就可以成佛 念一下 来 爱他就可以成佛 所以各位 明天要受菩萨节 我祈求各位去爱别人 好不好 你不能说 对不起 我只爱你一个 不行 佛陀说 爱的不是他的外表 若以色身见我 是人行邪道 爱众生的佛性 保护众生的佛性 但是你要去爱众生的佛性 你要先爱自己 你要用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你的自性 大悲心 空性 各种的善巧方便 煮好吃的 擦好花的 讲好听的话 给他听 让他快乐 乃至用你的生命 去奉献给他 而且所做所做 一切善根 念一下 我为了你 我为了你 一切眼前的人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供养他 为了你 所以要这样的 从心里面 去真正的去爱众 疼在心里面 虽然我出家了 但是出家是因为 爱家里的人 以爱家里的人 爱自己的父母子女 的方法去爱所有的众生 所以最聪明的人 还没有礼物佛法 当然是最坏的 对不对 等最坏的人 礼物佛法 是不是最慈悲的 所以你不能放弃他 你不能放弃他 所以我也有这个体悟 我很喜欢去监狱 哇 这些人最好 哇 什么都 什么事坏事都干过了 这个来学佛 这个千房过境 对不对 他就不会 不会怎么样 不会晕船 所以我想 各位我讲这个 我只是希望 你多去思维这个事情 那经典里面的事情 非常好 你可以拿来 关照你的心态 所以我常想 我想这个事情 如果我是在家就学佛了 学了佛 学佛以后 然后再结婚的话 我看那个女人早就升天了 我会对她很好 但是这个讲法还是自私的 我现在只管对各位好就好了 好了 我很喜欢看到亡生者的相片 看到他笑 看到他笑 因为我是为他念 我不是念给别人的 我讲这个观念很重要 念佛不是念给佛的 念佛是念给受苦的众生 让他由痛苦变成快乐 由鬼道变成佛陀的形象 这样了解吗 你要这样念 就像把他化妆一样 有些人念是姑母搞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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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还是这样 没爱我 还要表演 怎么没合格 继续念 他根本就是 根本不爱对方 你怎么念到嘴巴合起来 你要把一个嘴巴很恨的 念到他嘴巴会笑 好不好 那你要从活人做起 你没有光念死人 对不对 念佛会会长还搞外遇 然后对他家里太太也不好 这个是固定的 很多念佛会会长 出门都带着很多助念的联友 就是不带他太太 然后呢就在那边乱搞男女关系 然后回家就对他太太也不好 要出门就说我要去念佛了 因为他不爱自己的人 这个人叫可怜 为什么 并不是说他错 而是他没有 念一下 看到自信 他没有了解 归佛自信诀 他没有看到自信 菩提心是什么 念一下 如实知自心 菩提心也 所以经典大日经说 如实知自 你要真实的 实相看到你的本性 原来我的本性就是佛 要解吗 佛性也 你要找到这一点 这是我们归一最大的意义 那为了要达到佛性 各位要看佛经 看佛经是佛 亲口跟你说 所以你要相信佛经 你相信佛了 要100%的相信佛经 从佛经里面 就看到你的心 你的自信 然后用佛经里面的法 去对待任何人 表现出来 你不可能早上看普门品 很多人说 师傅我每天去上班 我念了多少大备作 你看行不行 我说我打电话 问你老板 看你行不行 你早上念了那么多 去公司 好像也没有表现出来 有用吗 那你非常执着的 我念几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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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力量不够 因为你念了普门品 你要像观音菩萨 有没有道理 你要完全像观音菩萨一样的 救苦救难 满众生愿 那可以 随时人家叫你 用 走 去帮助你 去解决他的苦难 很多人把苦难当作死亡时苦难 错了 念一下 扫地 捡垃圾 铺床铺 他铺不好 你不要比他铺不好 他铺不好 你要把他弄好 让他回来说 佛陀帮我折面被 一天两天 他终于知道 原来你是佛陀 早晚帮我折面被 所以我想各位叫 你发菩提心 你要在四项上深信因果 以菩提心的动机 去点灯 好不好 去放声 去帮助别人 你才能够达到